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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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是我金家人 今天帶大家來逛逛古莞城 我不知道大家來過沒有 這裡是深圳古莞城 位於黃貝寧附近 本來我是五六點 還沒入黑的時候拍的 誰知道差不多拍的時候 朋友找我吃飯 我吃完飯之後 就先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已經入黑了 這裡其實我一直都很想來 他說有夜市 古莞城買什麼呢 就買一些古董、錢幣 大部分都是朱耳城 還有 一些訪品 我還沒走之前 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去過 我和二豪都去過 河南、武漢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古莞城 但是深圳這個古莞城 我還沒來過 印象中我真的好像還沒來過 好了 我就看到它 有燈光夜市 深圳古莞城 可以了 我真的在幻想 裡面應該有很多攤檔 還有很熱鬧的 還有很多人叫賣 還有地攤 我只是在幻想 誰知道進來 咦? 停車場 不是吧 應該在旁邊的店鋪 有很多店鋪 來到這些地方 當然是開車有錢階級 所以 停車場是一個 基本上 停車需要給一些有錢人 所以是需要的設施 附近那些一定有高品質的古董 即是瓷器、銅器、錢幣 其實我最喜歡收創銀元 其實是保值的 銀和金是兩回事 銀其實不太值錢 但是銀元就很值錢 即是誰是銀元 即是袁大頭、袁世海 剛剛袁世海做了總統的時候 就出了很多銀元 一個銀元 其實等於現在一個百元 不是一個銀元 就等於一元 不是這樣計算的 還有銅板 其實我特意過來 就是看看有沒有賣錢幣 誰知道 其實看到裡面那些 很多都是一些豬耳繩 或者可能今天來的時間 不對 很多都不開門 黑黑黑的 唉 那我就不要緊 都走個圈 那我還看到有些燈光 是不是 那有些舖是還開的 那你記住 現在其實吃完飯 七點多鐘而已 那那些燈光 我都走個圈 看看是不是 只不過開得少 不是沒有開的 全部都 那我就走過對面看 那跟我想像 這個古碗城 就是有些出入 因為裡面都沒有室內 其實是一個停車場 中間的位置 旁邊那些地方 其實就是一間間舖 你這裡看得更加清楚 就是有些架 當然 其實就是 我們祖國 基本上做架 就比較出位一點 直以來 是不是 所以它架得來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期望那些攤檔 在香港擺地攤那些 那你又說有夜市 那為什麼沒有呢 可能我就是來的時間 不是星期五 星期六 所以沒有了 然後我就一邊走 一邊看 我已經覺得 大失所望 其實很坦白說 因為這裡 一般來說 旁邊的店鋪 十間裡面有八間 都是賣茶葉的 而這些我拍攝 這些地上一格 那些 我估計 正常來說 應該是用來擺攤的 就是有個 因為我去過 去過這個 南洋 那 就賣過一些和田玉 也都去過 天光虛 四會那裡 就賣過翡翠 那我就 就是 見到這些位置 就應該是用來擺攤的 因為每一塊地上 都是一個號碼的 但是就沒有了 是不是 那我連那些桌子 我都見不到 那就算了 雖然很失望 走走走 附近看有些什麼 賣來賣去 即是龍井 戴紅袍 即是賣茶葉 暫時有些賣瓷器 但這些瓷器 都很明顯不是古董來的 即是叫什麼 現代工藝品 其實我真是認識的 我不是只認識的 只不過我平時不講 其實我之前小時候 已經對古董很有興趣 但是我看不到那個古董是真還是假 我經常上youtube 和國內的視頻 可以看 有些收藏家 又或者他們自己開店 他經常把一些人放給那些銀元 古董 拍成視頻上網看 我經常追著來看 其實銀元我認識的 我覺得我認識的 我覺得而已 因為我真的看片 這些不是指上談兵 這些是片上談兵 好像這些瓷器 我看了一個收藏小歌的視頻 他們會告訴你 這些全部都是現代工藝品 因為如果是舊的 過內叫老的 這些瓷器都是現代工藝品 如果是舊的話 他會在他的 顏色裏面的漆 還有他的列文 還有一些印記 會顯示到年代感出來 我在古董城裏面 看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新的 可能是這幾年製造出來的 根本是沒有古董 或者是他 我今天來的時間是不對 他知道很多都不開 唯有下次 找個星期六過來 因為我去過 北方那些古董城 或者賣古董的地方 不是這樣的 有很多假的東西 放在地攤上 然後讓你自己挑 有很多賠償品 有些肉 額 我看到是翡翠的 覺得是真的 但是是裂的 然後 慢慢跟你說 真東西 真東西 在地上很久 為什麼在地上很久 大家明白 古董城 古本來說 我沒有什麼興趣 瓷器那些 我沒有什麼興趣 我對金屬那些 銅器那些 還有對銀元 或者銅板 都很有興趣 因為這些我真的熟 你可以問問我 紫砂茶壺這些 我都認識一點 因為我以前買過 我買過很多年前 我買過很多年前 買過紫砂茶壺 幾塊水 它有一個磁力 在裡面 運行的 很有趣 我買了紫砂茶壺 就是我放一個杯 在那個壺裡 它會自己倒水 它就會流水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原理 總之紫砂茶壺 煲出來的茶 是不是好喝一點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如果用金屬水煲 煲的話 可能有些金屬味 用紫砂茶壺 就沒有 這個是真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差別很大 不是 因為如果你是 用很高級的茶葉 是不是也好喝 因為國內人 很喜歡喝茶 去到哪裏 他都是針茶給你 叫你喝 這些變成一個禮貌 我又不太介意 你用什麼煲 你問我最喜歡喝什麼茶 檸檬茶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最喜歡喝檸檬茶 要不然我不會做直播的時候 都會拿檸檬茶出來喝 這些普通茶 其實我也是會喝的 來到這裏 其實這個所謂的古本城 就是有得玩瑜伽的 還有得打球 還有有網巴的 所以你問我 這個古本城 一太子是假的 而這個城 也是現代工藝品 所以走到大概七成左右 我都不再很想走 真的很悶 我走出去 外面有些東西看 本來這條街我想先走 不過我想想想 應該最震撼的 應該是這條街 所以我留在最後 如果你想知道 那條街隱藏的什麼秘密 就看到最後 我走走旁邊 住宅區 看看人流多不多 生意怎樣 其實你問我 這個古本城 其實就是住宅區 我覺得 真的住在這裏 就有個古本城附近 感覺上 就應該是不錯的 生意和人流 但是實際上 我走是一般的 還有我覺得 我應該是來錯了一個地方 拍到這裏 那一刻我應該也是 其實這個古本城 不是我想去那個呢 是不是有另一個呢 那我就不知道 那些網友 如果看到這裏 發覺我去錯的話 那你就告訴我 因為我記得 我開車經過的時候 那古本城 我原來不是這樣 好像灰色的 那究竟是我來錯 還是地圖那裏 點錯我呢 那我就不知道 對不對 那不要緊 那都可以過來這裡拍一下 那些紋身 那些假的古本城 是怎樣 或者可能這個新的 這裏 那些店 和 向西村 和 黃江村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而已 兩個字連用 冷清 真的沒有人 那可能今天就是平日 又不是星期五、星期六 那些店是這樣 其實現在 國內的店 面臨的都是沒有什麼生意 即是無論你去到哪裡 都是的 是只有星期五、星期六好些 你按摩也是這樣 那我走到這裡 那我發現 其實這裡沒有什麼特別 新秀站 在地鐵站的新秀站 那就是這樣的話 那我還是決定 就不走 因為這裡真的 都是大同小異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 那所以我轉個頭 就走回他 剛才那條巷 那這條巷 那這條巷就很熱鬧 那我又覺得有些東西 那有些什麼呢 那帶大家看一下 那人 就 你看到啦 坐在旁邊的都不少 那這條巷就是在古本城旁邊的 那所以就比較熱鬧 也有些人 那些人氣這麼高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原來這裡呢 就有一間店是爆滿的 裡面很受歡迎的 那這間店呢 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股法的 股法是什麼 股法的竹肉 那我講笑而已 就是這間 裡面真的爆滿的 坐滿了人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那就不知道這間店 是不是很厲害 很出名 總之就是 其實只有這間有人 其他那些店 都沒有什麼人 那其實這條冷巷呢 叫做什麼呢 就很多店鋪開 大同小異 其實這店鋪都是 左邊一間美容 右邊一間美容 左邊一間賣水果 右邊一間 那其實下去都是這樣的 那就 但是呢 就給我感覺 這個位置應該是最熱鬧的了 當然 都是很多店鋪倒閉的 或者 就離開 深圳現在都是這樣的 很多店鋪 要是倒閉 要是就離開 要是 有間新店鋪開 旁邊那間準備倒閉 但是做些事情都是一樣的 千篇一律 毫無新意 到處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今天就和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